欢迎收看华尔街网报 内地医药反腐 近170名院长书记被查 百余民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一台一气对院长吃掉1600万回用 一场医药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也把各地药企 医疗机构的藏污内构展现在公众面前 近日传出已近170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中纪委曝光一台直线加速器 回扣1600万的话题 7日冲上热搜 各界哗然 有分析指出 商业贿赂在内地医药行业 是公开的秘密 企业未获取更高市场份额 通过各种渠道向院内渗透 与此同时 高额回用让供应商代理商直呼未不保 网传 拒不完全统计 截至8月6日 内地已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已达到168位 考虑到未能及时通报的案例 以及统计的局限性和不完全性 这一数字实际上或许更多 数天之前 这一数字还是150位 眨眼的功夫 若马的院长书记人数 就在蹭蹭上涨 可以预见 未来还将有贪污腐败的医院领导者 受到法律的制裁 内地医药领域 卷起反腐雷霆风暴 7月下旬 中央纪委召开医药反腐部署会 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 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明确要求坚持社会行会一起查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此次会议被外界视为医药反腐在升级的信号 随着医药领域反腐不断驶向深水区 医药板块自7月31日至8月7日 市值蒸发近4500亿元 截至8月6日 内地已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已达到168位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唐龙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东一连六天五地7人被查 根据纪检部门的通报 广东和四川是这场医药反腐风暴的重灾区 其中广东自8月以来 一连六天五地7人被查 过去一周 广东医疗行业风声鹤唳 学术会议推迟消息不绝于耳 人人自危 就在8月4日 广东三家医院的干部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通报 当天 接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 负责人林铁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接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汕头纪检监察发布消息 汕头市朝南区中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蔡宗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朝南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会清风发布消息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黄锦连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江门市新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天后 西藏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唐龙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7日清风接阳发布消息 西西县原卫生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壮权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 近年来 在医药反腐力度持续加大背景下 医院院长书记成为被盯紧的对象 特别是今年开年以来 反腐风暴越刮越近 据悉 国家医保局计划从本月起至年底 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开全覆盖检查 包括上海 广西 海南等地近期已经下发医药界反腐文件 多地卫健部门则公布举报电话 澎湃新闻报道指 一场力度空前的医疗反腐风暴正在展开 受此影响 内地多地多场学术会议已经宣布延期或取消 据部完全统计 8月以来 就已经有十多场医学术会议宣布延期 报道引述一家药厂说法指出 如果官方这次真的彻底进行整治 内地医药行业肯定将面临重新洗牌 苏纳克考虑跟随拜登限制对中国科技投资 金融时报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inek正在考虑 是否应该效仿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 包括人工智能 芯片和量子计算 实施对外投资限制 此举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周宣布新的安全制度之后进行的 苏纳克在6月访问白宫期间向拜登承诺 英国将有效应对英国资本和专业知识 可能帮助竞争对手国家发展军事或情报威胁的风险 英国政府目前正在与商界和金融界进行咨询 然后再决定是否实施类似措施 虽然苏纳克表示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业务往来 但英国政府已承认美国的行政命令的重要性 并表示将密切考虑这些新措施 同时继续评估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近几个月来 英国对中国投资和技术 尤其是在敏感领域 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因中关系受到了审查 中国是英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但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对英国外国投资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2021年 英国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107亿英镑 147亿美元 占全球总量的0.6% 金融服务占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超过其他任何行业 相比之下 与北京日益趋同的香港 录得了776亿英镑的英国投资存量 英国中国商会于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发现 超过一半的英国企业受访者 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采取了观望态度 该报告还强调了 对监管挑战 市场进入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业务运营的影响的担忧 英国政府还表示 将更新其出口管制制度 以应对敏感技术转让 但强调 英国仍然是一个开放和向外看的经济体 美国和英国在6月签署的 《大西洋宣言声明》中指出 两国在回应与对中国投资相关的 国家安全风险时 可能以不同的速度行动 随着明年英国大选的逼近 SNAC已经没有时间决定 是否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对外投资 实施限制 热浪 战争和贸易保护措施 增加了食品价格的不确定性 纽约时报 分析师们警告全球食品价格 将进入一个新的波动时代 因为灾害 极端天气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进行打压 以及一些国家对食品贸易 竖起保护主义壁垒的意愿增强 使得食品供应更加脆弱 无法应对任何一次干扰 这些干扰对小农和低收入国家的人民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使世界更加容易受到未来的动荡影响 今年 严重天气成为食品价格的主要干扰因素 高温 野火和洪水在各个地区造成了作物损失 专家警告说 世界可能正在进入一个 由温室气体排放和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多年期异常温暖时期 这可能导致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作物损失 这些干扰还导致食品价格的波动增加 各国政府实施出口禁令和限制 以保持供应更加接近本国 加剧了全球食品短缺 问题 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警告说 这些政策最终只会加剧食品短缺 而不是缓解 与美元相比 货币的贬值也加剧了许多国家的问题 使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商品 随着食品生产者面临更多的供应风险 相关费用也在上升 包括运输成本 应对恶劣天气的保险政策和可持续发展努力 总的来说 各种因素导致食品价格波动 使得预测未来的波动程度更加具有挑战性 美国和中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挑战 中国GDP更接近3% 华盛顿邮报 美国和中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挑战 美国一直在应对不断上涨的消费价格和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而中国则面临通缩和高失业率的问题 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失业率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 但经济学家认为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数字可能更接近3% 中国还面临国际贸易下降 政府债务增加以及国内房地产投资放缓的问题 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面临通胀和就业市场问题 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政府的刺激计划 疫情期间的结构性失业 以及新冠病例下降后的增加支出 拜登总统声称他的经济政策正在实现软着陆 即降低通胀又不引起失业率飙升 但许多美国人仍然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 并担心经济衰退 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可能是其应对疫情的结果 特别是其实施严格的封锁 检测 隔离和边境管控措施的零病例政策 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拯救了生命 但也引发了经济焦虑和货币囤积导致通缩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 可能是由于新冠病毒限制 经济阴霾以及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 人们对中国经济状况可能变得多糟糕感到担忧 并将其与1990年代日本的经济停滞和通缩进行比较 然而 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得多 经济规模也更大 即使按购买力调整 此外 中国是一个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封闭的独裁国家 这使得获取准确的经济数据变得困难 人们还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意图 特别是其对台湾的行动 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经济和政治上的后果 对于美国来说 这可能是解决两国之间经济竞争的机会 然而 中国超越美国经济的梦想可能会无限期延迟 总的来说 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重大挑战 其经济前景不确定 中国经济的任何动荡都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情况 因为它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团体旅游增加更多国家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和英国 路透社 中国已公布第三份出境团体旅游目的地国家名单 其中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和英国等热门目的地 这一消息是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于周四宣布的 这份名单具有重要意义 反映了中国政府促进国际旅游的努力 也反映了这些目的地在中国游客中日益受欢迎 例如 近年来 日本一直是中国游客的首选之一 得益于其与中国的紧密接触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和英国也是热门目的地 提供了自然美景 历史遗迹和现代景点的结合 这些国家被列入名单 意味着中国旅行社现在可以组织团体游览这些目的地 进一步促进这些国家的旅游和经济增长 对于这些目的地来说 团体旅游尤其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更多的中国游客一次性访问 从而增加住宿 交通 餐饮和购物的支出 这份名单的公布正值国际旅游受到 COVID-19疫情的严重影响之际 许多国家实施了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 使游客难以前往 然而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旅行限制逐渐解除 国际旅游有望恢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来源市场之一 每年有数百万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广国际旅游 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这些国家被列入名单 预计将吸引大量中国游客 为这些国家的旅游业提供急需的支持 它也为中国和这些目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提供了机会 有助于加强外交和经济关系 中国培养肉初创公司CellX推出国内首个试点工厂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上海的初创公司CellX推出了中国首个培养肉试点工厂 这代表着中国在开发可持续动物蛋白来源方面取得了突破 这个试点工厂位于上海 拥有一个容量为2000升的生物反应器 每年能生产各位数吨的培养肉 CellX计划利用从试点设施获得的见解 为预计于2025年完工的商业生产设施的建设提供指导 该公司的目标是将生产成本降低到每磅100美元以下 使其与高级肉类具有竞争力 CellX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在美国和新加坡寻求其产品的监管批准 然后在2025年在其他国际市场上市 中国开采更薄的煤层以获取化石燃料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开发出一种强大的机器 用于从超薄煤层中提取煤炭 因为该国转向更具挑战性的化石燃料储量 以确保能源安全 这种煤层剪切机由中国煤炭技术工程集团公司 上海煤炭技术研究院开发 可用于厚度仅为1.3米4.3英尺的煤层 该机器实现了创纪录的产量 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旗下 一座矿山部署的一台机器 年产量达到260万吨290万吨 该机器的设计年产能力为300万吨 是针对开采薄煤层的类似机器产量的三倍 它还具有更大的功率 安装功率为1200千瓦 中国出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已经逐渐减少煤炭使用 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 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由于能源安全的考虑 近年来中国又重新转向煤炭 中国消耗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 长期以来煤炭一直是 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来源 尽管中国正在进行清洁能源转型 但在中长期内 淘汰煤炭仍然是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必然选择 这款新的开采机器的推出 正值中国加快安装可再生能源设施 以实现脱碳目标之际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使用国 预计今年中国的煤炭需求将增长3.5% 世界领导人正在竞相前往太平洋岛国 半岛电视台 太平洋岛国已成为主要大国争夺影响力的焦点 印度、印尼和韩国等国家 希望在太平洋岛国建立自己的存在 不仅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些国家认为 太平洋岛国在战略上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位于重要的海上航运路线上 并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 太平洋岛国传统上 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友的亲密合作伙伴 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国 在该地区的日益增长的存在 促使这些国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例如 印度一直在积极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接触 重点是气候变化 援助和贸易等领域 韩国也希望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存在 提供贷款 补助和绿色技术来支持太平洋岛国 印尼也一直在努力扩大 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虽然这些国家并未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竞争 但他们渴望成为地区强国并确保自己的利益 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 这些主要大国的关注 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合作伙伴选择 和避免陷入中美之间竞争的机会 他们正在谨慎平衡与两个大国的关系 向两方提出要求 并寻求从增加的资源和关注中获益 最终 太平洋岛国的议程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利益 而不是与任何特定大国对齐 拜登不太可能出席东农峰会 很快访问越南 南华早报 根据多个消息来源 美国总统乔拜登不太可能出席下个月 在雅加达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 在东南亚对美国努力对抗中国扩大影响力至关重要的时刻 这种缺席将引发对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的质疑 拜登计划于9月9日至10日出席印度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并表示计划很快访问越南 但他是否出席9月4日至7日的ACM峰会尚不确定 虽然正式日程尚未公布且可能仍有变动 但消息人士表示拜登的出席不太可能 副总统卡瓦拉·哈里斯可能会代表出席 如果拜登不出席 ACM峰会对该地区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失望 考虑到他的政府一直强调与东南亚的关系的重要性 印尼特别安排了9月的峰会 以迎合拜登的出席 以及他随后对G20峰会的访问 拜登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对巴布亚新吉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计划访问 原因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 这已经在该地区引起了失望 拜登的再次缺席将对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提出质疑 并可能被东南亚国家视为一种失望 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一直在加强与东南亚的接触 如果不出席 ACM峰会将引发该地区许多人 对美国是否重新陷入间歇性和半信半疑的接触模式的质疑 拜登的缺席将削弱政府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宣称战略 该战略强调东盟的核心地位 当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连续三年缺席地区峰会 使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时 东盟成员已经感到不满 尽管可能引起失望 但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与东盟之间的政府间接触有了显著增加 虽然拜登的缺席将受到注意 但不一定会撤销近年来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进展 该地区在美国努力对抗中国影响力方面 被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与者 美国不能忽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总之 拜登总统不出席雅加达的ACL峰会 将对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 和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提出质疑 该地区对拜登政府加强接触的做法印象深刻 拜登的缺席将被视为一种失望 然而 美国一直在加强与东盟的关系 拜登的缺席不一定会撤销近年来取得的进展 美国必须继续优先考虑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并展示对该地区的承诺 谢谢收看华尔街网报 请关注六度世界三W点 6D点WORD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